沒有想到竟然也釀成了災害 嘉義縣中浦鄉 台三縣 三百零三K附近 在晚間六點十分 發生了道路貪方 我們從畫面上可以看到 這個斷裂的電線桿 整根橫倒在道路上 造成了交通阻斷 雙上車道無法通行 還好沒有人員傷亡 而警方到現場只會交通 臺電公司也派出人員搶修 當中 部分路段寄出了遠端 還有封閉管制 提醒用路人要改道 那麼預計在今天晚上十一點 才能夠收復搶通